預備 走 1 2 2 走 3 好 這是一個開合步 三包少女的開合步 或者獅子跳前的時候 亦都可以用到開合步 開合步 獅子向前試探的時候 一個向前弓箭的步法 前弓 1 2 3 走 登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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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弓後箭 好 這是一個試探形式的步型步法 好 接著 收 好 現在進行一個樸步的演繹 試探完之後一個樸步的定式 好 起床 碎步 不要太大樸 走 這個碎步是走得比較慢 而且步不夠密 如果是一做一探 一探完之後 一探完之後 步型步法要密 要輕盈 因為武師的水埗 等於我們武術用到的 退後的水埗 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在武術當中 有前有後 有走完桌 走完桌 但一進攻的時候 要退防備的時候 那些水埗要馬上出來 所以我們在武師中 都會用到這些招式 和防疫步法 好 預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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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我們以前學武師的時候 首先學武術為基本 所以通常我們師父會 首先教我們開四平馬 四平馬就是武師中的馬步 四平馬叫馬步 我們學武術是以三步半才開馬 開了四平馬之後 當時師父要我們習馬 可能會練一兩個月 三個月 到我們的步研步法穩定了 我們才可以再行其他步研步法 去學習 去學棋輪步 跪步 吊馬 虛步 等等不同的步研步法 才可以開始走下面 因為有了四平馬 這個習馬的基本功 做後面的步研步法 會相對容易經得熟悉 因為步研步法裡面四平馬 可以說的是 首先要做的事 是一個基本的一 現在到新學員學練 因為他在練功的過程 現在小朋友要提高他的興趣 可能我們會將時間減短 首先會將我們所有的步研步法 先跟他們講一遍 你首先要學這個步 然後再學這個步 再學這個步 將這些步研步說給他們聽之後 就讓他們集 可能會有一段時間給一分鐘 兩分鐘 三分鐘 當我們能夠通過三分鐘的堅持 或者五分鐘的堅持之後 我們可以讓他們練一個星期 再換其他步研步 讓他們去吸收 讓他們學習 我們可以練習一下 再學習一下 這幾分鐘的堅持 這幾分鐘的課程